旧啟德机场的规划检讨 政府预计下个月展开第二阶段的公众咨询 政府将会提出三至四个分别以旅游、体育和商业 为规划主题的概念大纲图 欣修华讲一下 政府预计下个月会推出三或四个 分别以旅游、体育和商业等 不同规划主题的概念大纲图 作为啟德规划检讨的第二阶段公众咨询 消息人士透露当中有多项建设 仅为是启德规划的核心设施 例如游轮码头最少会有两个泊位 可以停泊400米长的轮船 多用途体育城是另一个政府心目中的地标 计划兴建的全天候主场馆 可以容纳4万5千人 天幕上盖可以自由开合 消息透露体育城将来一旦落成 沙田体育学院 就可以考虑搬到体育城扩充规模 政府大球场也都可以变卖 套现资金兴建或者营运体育城 而住宅和商场也都是规划的必不可小部分 不同主题规划就有不同密度 至于有关的交通配套 除了九铁的沙中线会在北面经过 政府同时研究 连接西九龙至将军澳的中九龙干线的落脚点 以配合整个地区的未来发展 但政党和团体就继续要求 在旧机场起身政府总部 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带往该区的发展 就是和长远的发展是有个好处 有个帮助在这里 其他规划发展的面积超过300公斤 政府研究多年 之前的规划概念还包括填海 作为城市密集发展用途 但因为终审法院判决 海港填海计划必须有凌价性的公众需要 所以政府再重新资讯规划 亚洲电视记者 吴修华报道